长大后要做什么 应该是每个人年轻时少不了的烦恼 有的人毫无头绪 有的人一变再变 有的人则是坚守梦想 本地就有一名年轻人早在17岁的时候 就已经立下志愿开了公司 执意走上一条非比寻常的职业道路 全新系列《长大后我要做什么》 第一集带你认识这名投身病葬业的年轻人 大家好,我是张智利,今年36岁 是一名殡葬医师 哈啰 这样子可以 这样你们在医院那边等我 可以,明白 好 睡觉的时候经常接到电话 因为死亡有时候不知道几点 所以有时候半夜会接到案子 没有年假,没有周末 全天候无休,随时待命 是张智利这十几年来的工作状态 我们刚刚去了医院 然后跟家属了解他们的要求 现在把大体送到这边的化妆室 你好,你好 你还有个宝宝吗 好,来吧 来吧 我来吧 张智利是一家殡葬服务公司的老板 手下有十名员工 当中年龄最小的二十岁 年龄最大的是他本人 好,现在我们要准备 我本身在2006年就投入了这个行业 当时我差不多是十七岁 然后在那个时候 我们殡葬业还是处在一个比较家庭式 就是一代传一代的生意模式 布置的方面 有我们供佛的香炉 还有一些我们佛教用的一些法器跟供品 起初是不被认可 毕竟他们不知道 你的礼俗有没有做对 你会不会做 有没有经验之类等等 我带领一般年轻的团队 当然有很多苦与泪 年轻人在可能方言、礼俗之类的 当然是很陌生 但是所以我们里面要有很多培训 还有很多指导 所以要付出比有经验的 还要多一倍的努力 他们有很多星期的那些点字 可以加到那个商礼的流程里面 让那个商事更加温馨、更加圆满 我之前我是做Banking Dash 第一次来到这个商事 因为我来到这个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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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需要在这个商事 因为我需要每天的商事 其实我来到这个商事 是很好的 因为我让他知道 我现在正在学习 在Banking and Finance 所以他明白了 他能让我来到5天的月 所以我可以做我的工作 同樣的工作 張自立的殯葬服務公司 在2006年成立時 他是當時本地 最年輕的殯葬業者 跟許多同行不同的是 他沒有相關背景 完全靠自學 我從小時候在學校 寫我的志願的作文裡面 我就會寫我要當一名禮儀師 要為每一個人圓滿 他最後的這一段路 小時候有這樣的志願 也可能因為家庭的影響 因為可能父親 姑姑 他們以前有在佛堂裡面 做義工 幫忙 就是臨終的關懷這一些的 然後我就對這一塊 非常非常的有興趣 然後就去詢問 然後去學習 然後去研究 他如何去辦理一場喪事 起初張自立只是 扮演中介的角色 幫喪家找喪禮服務商 後來找他的人多了 他便成立了一支團隊 提供全面性的服務 有一些長者 要給我們一些批評指教 那只可以虛心地接受 這個東西學不完的 所以我們每天還在努力當中 在做得最好 這是我平時辦公的地方 然後過後我們生活 有時候作息不規律 這是我小小休息的地方 身為公司領導人 張自立的職責 遠不止於在喪禮現場 負責指揮那麼簡單 他還必須看管財務和市場營銷 確定公司未來的發展方向 並根據顧客的需求 設計個性化的服務配套 把它全部記錄下來 差不多是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左右 我們會到那個殯儀館去 好 現在我們去下一個商家 我們現在來到這邊 是要為一個家庭辦一場道教的商禮 所以這個商禮差不多是五天的時間 我們身為李醫師的跟商家接觸 要非常小心 因為畢竟家屬剛剛失去他們自親自愛 所以我們身為李醫師的 我們在我們講話跟用詞方面要特別小心 而且要查驗關設 要看看主家的那個狀態 然後在適當的時候說對的話 他就突然間心血來潮了 他就在樓走下來說 爸爸媽媽 你可以幫我一個忙嗎 幫我住車公司 然後他媽媽就反對 後來之後他就講那句話 讓他心軟 支持他 我是比較逼自己的人 我是說我是反對 後來他一句話回我就是說 如果我不做 別人不做 以後年輕化 沒有人做 連誰來做這種工作 中國哪裡 中國到處玩 我們不後悔讓他入這行 我們也覺得說這個也是個好事 他也是幫忙人家處理的東西 幫人家分擔那些責任 進入殯業之後 尤其是我們提供這樣另類的服務 這樣特別的服務 周邊的朋友當然是不能接受 畢竟他們都覺得說我們身帶晦氣 每天跟死人打交道這樣子 所以以前發名片 名片的年代 發名片的時候 還有人把那名片直接丟在垃圾桶 或者是說我不要這樣的服務 所以那個時候會有點受挫 我每次跟人家說 如果有來勢的話 我還想進入殯業 這是我的使命 我來這個世界上 我的工作 我的責任 就是要成為一名優秀的理醫師 我可以看你 我可以看你 身為這個人 是鄉個腰 所以我要細端 那一次 我真的不知道 我這次